和华中 虽然根据联邦宪法 教育是属于中央政府的权限 可是霹雳州政府 在有教务类 关心孩子们的教育呢 一样的尽我们的本分 给予最大的帮助 所以今天我们以非常欣慰的心情 宣布霹雳州政府 将于本周五准备300万利金 获款给州内的华小 华中 淡小以及宗教学校 总共会有261间学校 高达86666个学生 将会在霹雳州政府 这个制度化拨款的政策之下受惠 我们了解 虽然300万可能是杯水车刑 可是这显示了霹雳州西门政府 重视教育培育人才的执政理念